近年来在国内的IP改版热潮下 结合小说、游戏、音乐、动漫等各方面题材 改编的网络大电影也层出不穷 由次元文化推出的热血杨家将 就是一部改编自cosplay舞台剧的网大 其网大均由国内知名人气coser出演主要角色 从ACG爱好群体切入 依托细分领域优势 逆袭主流市场 热血杨家将的话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编的一个舞台剧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一个故事 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把它改编成了电影 我在里面实演的是东皇太一这个角色 我这个角色在舞台剧里面 是一个比较阴森的一个人物 但是到电影里面其实就有蛮大的改动的 我出演的是杨烟昭 就是杨六郎 我们这部剧中 他的人物形象其实比较偏向热血青年 然后到一个成熟稳定的一个过程 他一个人物形象 我们在到影视剧以后跟舞台剧故事变得还蛮大的 可能舞台剧中的我是一个傻子 然后在影视剧中的我就是终于不是个傻子 我觉得热血就是坚持梦想 然后不断地去拼搏 当你去想要去做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实现并且一步一步把它给升级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非常热心